香克斯公开罗杰的真正战斗力 被凯多和巴雷特两位强者贬低 还被强加上两个所谓的致命弱敌 罗杰是目前唯一的海贼王 也被认定为史上最强海贼 海军给出55一6480万贝利的最高赏金 就是对罗杰实力的肯定 不过罗杰公开的战斗非常少 38年前在神之谷对战过洛克斯海贼团 当时卡普和神之骑士团也在场 罗杰的具体对手暂时还无法确定 金狮子非常认可罗杰的实力 让他带上远古兵器给自己当小弟 显然是觉得罗杰没有自己强 在艾特沃尔还差点灭掉罗杰海贼团 后来在无名小岛遇到白胡子海贼团 光月玉田一个人冲在前面 却被罗杰一招霸王色缠绕攻击神臂打飞 两人的实力完全不在一个档次 玉田好歹是能抗衡四皇凯多的强者 与海贼王的差距居然如此之大 白胡子对战罗杰场面上算是55开 两人大战三天三夜也未分胜负 不过在罗杰让玉田加入自己的时候 白胡子彻底爆发大有灭掉罗杰的架势 在马林泛多进入生命终点前 白胡子回忆与罗杰的往事 也是认可对方吧 香克斯从小就跟在罗杰身边 得到了草帽 也应该学会罗杰强大的技能 对战赏金30亿的积德 使用过与罗杰一样的霸王色缠绕攻击神臂 香克斯还拥有堪称半个剑纹纱 能让敌人遇见未来的剑纹色失效 还有瞬间移动的能力 比黄元的光速更宽 也应该是从罗杰那学来的 巴雷特是卡普都无法打赢的强者 当年联手战国出动图魔令才将他抓住 15岁的巴雷特就曾向罗杰发起挑战 全部以失败告终却得到罗杰的称赞 得知罗杰患上不知之症后 巴雷特开始怀疑罗杰世界最强的战斗力 独自一个人去大海上冒险 后来在海底监狱将合体果实开发到觉醒状态 利用通往拉夫德鲁的永久指针 企图消灭所有海贼证明自己的实力 对战路飞的时候巴雷特说道 罗杰和白胡子一样都太在乎同伴了 这也是他们不能成为世界最强的弱者 不过巴雷特的这个说法显然错 路飞之所以能将巴雷特击败 就是因为身边有一群同伴的帮忙 当年在神之谷大战的时候 凯多就应该见过罗杰的强大实力 对战路飞的时候也透露出 罗杰和白胡子都是能与自己拨命的强者 不过凯多却说罗杰和玉田都存在幼稚的想法 导致他们不能称霸世界 当路飞觉醒患受众尼卡果时 才证明出凯多的说法是错误 难怪凯多拥有世界最强生物的称号 也无法像罗杰一样成为海贼王